哎呀,你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那就不怕風濕骨痛啦 哇,這麼好?那買多個分享給二婆啦 太空小凌晶,可以在六創二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歡迎收聽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語力,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跟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跟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袁先生,你好 嗨,Della好,大家好 最近在報紙上看到提及過一種病 叫做大臟抛診 相信很多聽眾聽起來 究竟這是什麼病? 但如果我相對來說,這個大臟抛診 俗稱是生蛇 相信很多人都會認識到這個病 大臟抛診是病毒性的皮膚疑病 由大臟抛診病毒引起的問題 它的特徵是沿著周圍的神經分佈群疾 而引起神經痛 中醫叫做前腰火丹 病毒感染後,潛伏性長期處於於 在脊神經或盧神經的神經節的細胞中 被激活後,病毒會從神經節源相應的周圍神經蟲 去到皮膚,引起大臟抛診 這是散發性和與機體的免疫能力有關而蔓延 病情都較為嚴重 以及後遺症神經痛都較為突出 常見出現的部分 例如眼周圍,臉,頸,胸部,背部,手腳,腹部,臀部 典型的症狀,會出現痛楚的水泡 而這些水泡在出現前48至72小時 亦可能出現了神經帶感到刺痛和灼熱 在大約7至10天後,把水泡乾了結菈 就算是過了 但生蛇後,後遺症出現了神經痛,角膜炎 甚至失明,導致已渡,甚至嚴重 出現了中風 而患處皮膚,亦會出現沉澱的色素 乳色,有些會散去,有些也不會成為永久疤痕 中醫有去中醫那些獨特的方法去處理 我相信袁醫生在40年的臨床經驗上 應該處理過很多生蛇的問題 在同類療法中,我們可以用什麼療症 可以幫助到病徵嗎? 在大臟拋診,我英文叫做herpesosta 可以說是拋診的三種裡的其中一種 通常我們都叫做拋診一型,拋診二型 這類是可以數到第三型的 我們叫做大臟拋診 通常這種病,我們叫做self limited 自己會好起來 可能一般可以維持三至四個星期 但問題是,這些大臟拋診 有時候帶來後遺症是很嚴重的 最主要是一種神經痛,持續的神經痛 有些人可以說是痛幾年 什麼子痛藥都沒有什麼效果 始終很多人不喜歡用西藥 因為始終對付病毒性的藥是很強的 還有副作用很大 所以很多人受不了,忍不了吃西藥 當然也有些人會用中藥 中藥都不錯的 在這方面 但我過去的經驗多數都是採用同類療法 我自己的印象比較深刻 通常有些人會覺得身體有一種痛楚 但沒有什麼症狀 不知為什麼一條像沿著肋骨一樣 有些痛楚,但沒有什麼表面皮膚上的任何跡象 所以很多時候他都不知道是什麼事 但在我們的經驗 很多時候這個其實是大狀泡疹 想出現或是未曾爆出來的 通常我會用一些相關療劑去處理它 我自己記憶中有一個很深刻的案例 這是發生在加拿大的時候 我當時在行醫 遇到一個男士 都四五十歲 他當時出現一種很嚴重的神經痛 他拋診的位置在頭部面部 在上面 他痛到所有痛藥都無效 他跟我說 我只想自殺 我只想把槍射死自己 是這樣的 他痛到是想自殺 情緒低落到這樣的 結果我很快就用了一個療劑 聽我節目的聽眾 可能都知道 我有一個療劑叫做金屬 Aura Metallicum 這個對一些人的情緒低到想自殺 是很有效的 我記得當時我一開始 先給他療劑 他很快痛就開始舒緩 我最後都跟進了不同的一段時間 他就可以令到醫院裡面的藥 都按不到的痛的 拋診的神經痛 就是處理好 在我們的同學療法 當然有很多工具 不是一隻療劑 我跟大家簡單介紹一下幾隻 我遇到所謂的大象拋診 我們都要辨證論詞 我們要視乎 他的症狀表現出來的症狀是什麼 我先配一個相應的療劑 才會發生效果 不是說某個療劑就是大象拋診 可惜是沒有的 絕大部分時間都不會是一個單一的療劑 因為我們都要視乎病人 遇到這些疾病的時候 他個人獨特的表現方法 很多時候是不同的 所以因為他表現的方法不同 每個人的病人的體質都不同 所以我們用藥 很多時候是醫治病人 並不是病名 跟大家介紹幾個療劑 其中一個就是APIS APIS 是整個黃蜂做出來的療劑 這個主要的療劑 是對於大象拋診 是面部的大象拋診 又是左邊 通常皮膚又紅或者紅紅的 有很嚴重的很强的燒的痛 面部的臉部會腫脹 尤其是在眼圓中 眼部腫了 而且病人告訴你 如果我用冬膚 我會感觉舒服一些 這是一個很典型的黃蜂 APISMALEFICUS的療劑 另外一種是ARTHENICUM ALBUM 白山埃 ARTHENICUM ALBUM 主要的症狀就是 那種痛是一種灼熱的痛 但灼熱得很怪的 用热敷就会舒服的 一般来说灼熱的感覺 应该会用冬膚 但是ARTHENICUM ALBUM 新疗劑的症狀就是 消热、灼熱的痛 但热敷会舒服 通常部位就会在面的右边 或者是颈、身干的右边 晚上会更差 冬空气、冷的天气 或者户外空气会更差 暖就会舒服 这个就是ARTHENICUM ALBUM的症狀 另外一种是DOLACHOS DOLACHOSPERINUS 我们叫做天鹅涌斗 DOLACHOSPERINUS 这个症狀通常是很痕、很痙、有神经痛 但往往是没有爆出来的 有时候我们遇到这些情况 这些病人就是这样 有了这个症狀 但还没有爆出来的 有时候还没有爆出来的时候 出现痕、灼烈、神经痛 尤其是那个位置 通常是左边 左边脚骨 即肩膀骨 伸延到胸膛 或者是牙根的位置 通常晚上会更好 还有冬冲凉会更好 另外一种是石蜜炭 石蜜炭 石蜜炭通常戴藏抛衬的抛衬是很大的 和很痕、很厉害 通常部位在左边胸的左方 通常这样的水泡 爆了之后 就会出现一种很厚的 结结的液体滲出来 通常是嗑一下它会痛 室内痛 惊奇尼会痛 在户外的时候 它就会觉得舒服一点 好 另外一种是 Iris Vesicola Blue Flag 翻译 拉丁文是变色妖尾 Iris 只要的妖 变色妖尾 英文是Blue Flag 拉丁文是Iris Vesicola 通常是很长久的神经痛 因为抛衬 抛衬出现的时候 症状是很灼烈的抛衬 然后那个神经痛 可以持续了很多一世 当然是不脱衬的 这个就是Iris Vesicola 大家有些听众 如果是认识一些人 有这个问题 在后围症抛衬之后 痛了很多年了 好 那个薄胃经常在右边 尤其是腹部的右边的腹部 通常Iris Vesicola的病 通常伴有消化胃的毛病 好 除了这个 另外一个就是Lecasus Lecasus是南美蛇毒 也很痛 很尖弱的痛 好像一种灼烧的尖弱的痛 通常病胃是很深红色 或者紫紫色的皮肤 有时候好后 就出现楼下围流的紫色的痘 部位通常在左边的隔骨 开始延伸到胸部 在左边差点 通常是夜晚和气热会差 会影响睡眠 因为夜晚出现问题会更多 另外一种就是Masarium 主要抛衬 通常是痕得很弥补的 痕得很辛苦很辛苦的 还有有消热的痛 通常这种皮肤症状 痕了之后 烂之后 会有些结了焦 在上面结了焦 下面是有少少液体滲出来 晚上就会差很多 这就是Masarium的症状 另外一种叫做Renunculus Renunculus 通常是经常用的 我们叫Buttercup 英文叫Buttercup Renunculus Bulbosa 是求根无良 就是拉丁文的翻译 通常是痛又痴痛又痕痕的 抛衬爆出来 然后有很厉害的神经痛 位置通常是左边 尤其是胸膛腰部的左边 也会在沿着眼上眼方的神经线 或者是肋骨的 肋骨的intercostal nerve 这是左边的情况 另外有一种叫做Rustoxicodendrum 就是野角 通常野角的症状 都是有气又热的神经痛 通常水泡很痕 水泡很痕 通常用热敷 会令痛的水泡会舒服 在同样的疗法 有很多疗剂 还有一个情况 因为抛疹后 出现很严重的神经痛 通常有几种疗剂 在这方面是有效的 一种叫做Variolinum Variolinum是由天花病则做出来的药物 对抛疹后遗症的神经痛有效 除此之外 有金丝图和赤金草 赤金草 这两个都是对抛疹后的严重痛楚有关的 最后一种 患病症状 包括人经常抽筋 这个疗剂是Synchometallicum 这几个是经常用得到的 对抛疹后的疗剂 谢谢袁医生给我们介绍 政府也在宣传 这些疗剂 似乎越来越多人患有生蛇 大藏包襯病毒 虽然几天过了那些水泡 过了之后 但其实它的严重性在发生之前和后遗症 引起很多神经痛楚 不是一般性的止痛药可以处理得到 所以希望大家收听了今集之后 了解多些情况之下 刚才提过 如果你身边有些朋友或人 曾经出现过这些问题之后 持续性一定是经常有神经痛的时候 可以考虑刚才介绍那些疗剂 可以在这里帮助他们 达到他们真的有健康快乐的人生的生活上 多谢袁医生和我们的分享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与袁医生预约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想查询刚才提过的疗剂 或其他健康产品 可以联络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号码是28824848 海外的听众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回诊 可以E-mail到 cs.naturalhealing.com.hk 想重新找回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回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寻自然疗法语理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 谢谢袁医生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拜拜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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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